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 所以有诸多的领土争端问题 而在诸多的领土争端中 关于中越北部湾中岛屿和海界的划分 尤其引人注目 2004年中越北部湾华界协定正式生效 但由于很多人对中国的领土和边界认识不清 又引发了诸多问题 其中关于北部湾中偏西的白龙围岛的认知错误最为严重 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岛屿是中国租给越南 而越南在租用后强占不还 还有人一直觉得在1957年的时候 使心中国主动放弃白龙围岛 将其交给越南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白龙围岛到底是中国的还是越南的 白龙围岛 中国海南一带的渔民喜欢称之为浮水洲岛 不管是中国渔民还是越南渔民 在捕鱼的时候都来过此岛 但对于这个岛究竟属于中国还是越南 从近代以来两国政府都未做出明确的表态 民国时期已经有部分来自海南和广东的渔民在岛上定居 但中国政府并未派人对白龙围岛进行管理 不久 殖民越南的法国人注意到了此岛 随即派出一对士兵在白龙围岛上修建哨所进行管理 二战期间日本从法国手中夺得此岛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对于这一问题 许多人进行了推测 有人说白龙围岛是近代时候 有清政府各让给殖民越南的法国殖民者的 也有人说该岛是新中国成立之后 我国政府为了支援越南抗美斗争 将其移交给越南作为中传战的 时至今日在网上流传更广的说法是 中国将白龙围岛租用给了越南 而越南强占不还 但事实上以上这些说法都没有任何官方议据 首先是清政府在与法国签订中法虚异借务专条的时候 只是滑定了路上边界 而对于中越之间北部湾的诸岛归属 双方谈判人员则都采取了一种含糊其词的态度 直到中法虚异借务专条签订十余年之后 清政府的海关基斯船还开到北部湾的夜莺岛 也就是白龙围岛上巡逻机场 后来到了民国时期 关于北部湾中的岛屿 中法之间仍没有明确的说法 基本上都是各自按照自己的说法 对所占岛屿实行管理 1931年 法国人称日本侵略东北之际 试图侵占我国西沙群岛 法国人称西沙群岛自古以来就属于安南 是越南领土 国民政府在1932年的时候驳斥了法国的观点 称西沙群岛在东京110度以东 而根据1887年中法所刊定的108度中越边界线 则西沙群岛无疑是中国的领土 在这里 国民政府主动将1887年中法华定的中越路界延伸到海界 虽然此举会让中国失去北部湾的一些岛屿 如白龙围岛 但却也让中国合理拥有了西沙群岛 对于国民政府的答复 法国人十分不乐意 他们表示1887年刊定的中越边界线 是华定路界的 并不适用于海界 如果按照国民政府的说法 将此界延伸到南海 那么不仅西沙群岛要属于中国 甚至连一部分的越南领土也要属于中国 国民政府在1934年再次答复法国 此界线仅规定海中各岛屿的归属 至于越南本土并不在规定之内 此时国民政府已经明确向法国提出主张 将1887年中越路界线向海域延伸 作为海界的分界线 而白龙围岛刚好在此界线的西边 归属于越南 其实在国民政府看来 用一个既无战略价值 也无多少人居住 甚至都不确定到底是中越哪个国家的岛屿 来换取国际对于中国拥有西沙群岛主权的承认 是非常划算的 奥战期间日本在进攻东南亚的时候 占领了白龙围岛 到了1945年胜利前夕 盟国发布重要命令 台湾及北纬16度以北 法属印度支那境内的日本高级指挥官 以及所有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 应向蒋介石委员长投降 按照此命令 越南的大部分地区应该由国民党派出军队 从日本人手中接管 然而蒋介石为了交好法国 私下接见法国驻重庆大使馆 表示愿意协助法国在越南建立殖民政府 所以最后国民党只接管了北越的一部分 至于剩下的大部分 包括白龙围岛在内的地区 蒋介石都交给了法国 但蒋介石在战后也并不是毫无作为 他见到英美苏法对南海诸岛归属中国 并未有任何的反对 于是在1947年出版的《中国地图》上 大手一挥 在南海划出了11段线 但值得注意的是 在关于中越的布湾的海界划分 地图上仍旧是按照 1887年陆界延伸划分的 新中国成立后 在标注南海地图的时候 将11段线改为9段线 但实际上与11段线并没有大的区别 只不过在北部湾一带 中国的海界稍微有点变化 但不变的是 这一时期地图上的白龙围岛 仍没有划在中国的疆域之内 也就是说 对于白龙围岛 新中国基本认为 这就是越南的领土 所以对于新中国主动将白龙围岛 移交给越南的说法 是明显错误的 那么这种说法是如何来的呢 1950年 在解放海南后 一部分 一部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曲 杨茜茜 作曲 杨茜茜